好,那么我们继续啊,能看屏幕啊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分类评估的一个标准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率来评估 还有什么,诈回率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评估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这个诈回率 比如说我们这新闻分类要不要用到诈回率啊 就没必要吧,对吧 有些地方是要的,对吧 当然你得知道有这个诈回率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重点呢 就是模型选择以调优 跟我们上午讲的那地方是不是提到了吧 我这些K值怎么去进行调优 或者这个K值怎么去选 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模型选择以调优呢 我们要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交叉验证 另外一个是网格搜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叉验证啊 这个交叉验证 它一般是跟着网格搜索搭配 以及使用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交叉验证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让被评估的模型 更加准确可信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把数据分成训练集测试集去预测吧 对吧 好,训练集 训练集 好 测试集 首先我们讲这个交叉验证呢 刚才说了 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你的模型评估更加准确可信嘛 什么叫模型评估更加准确可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把训练这个数据集分为训练集测试集 那么现在我们抛开测试集不看 因为测试集是什么 是不是就相对于是线上的这种东西 我们只是自己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嘛 对吧 用来 对吧 在这里要预测一下 那如果你不预测的话怎么办 没有预测数据集 那你这个地方费得进去 怎么知道哪个结果好 或者怎么样 是不是就没办法知道 所以我们会把训练集 注意了 是你本身的训练集 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训练集 一部分是验证集 注意了 这里的验证集跟测试集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 验证集 那么先来理解 他把这个东西分为训练集 验证集干什么呢 他一般是这样的 我先来 比如说这一部分是训练集 然后呢 这部分是验证集 我在这里用一个横杆 我把它隔开 好 假设我就这样隔开了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面 训练集训练对吧 然后在这个验证集 来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有一个模型的效果 能不能得到这个准确率 或者其他的一些指标 可以吧 我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率 比如说我得出一个准确率 准确率 比如说叫第一个吧 叫模型 模型一 结果 好 这是第一个结果 那么交叉验证怎么做呢 他并不是这样简简单就结束了 他是把所有的数据分成n等份 这个n是你自己指定的 所有数据分成n等份啊 n等份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分成这个 看一下多大合适 一个两 分直接从中间分 这里一半 对吧 那我就分四份吧 好 我把它分成四份 这里再来一份 注意了是等分的啊 等分的这样一个比例 好 现在我让其中的一个单的验证集啊 其他三个都单成训练集 注意了这都是训练集 那是不是得出一个模型结果吧 交叉验证第一步 这是他第一步的 分割出来了 得出一个结果 好 没有结束 他还得继续往下 我们再复制一次 注意了这里面我们虽然是复制一份 但是他实际操作是不是把所有数据复制一次 复制一次先去做 不是 他只要换一下这个东西就行了 标记一下就行了 好 他把第二个位置单成验证集 我们把这点标成红色啊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也标成红色 好 这样分好之后 那我们请问 现在用这个训练集建立模型对吧 去验证的时候 这个结果跟这个结果一样吗 一不一样 不一定一样吗 因为你的训练集和测试 验证集是不是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好 那现在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是不是继续往后啊 把其中每一份是不是都要过一遍吗 好 这里也得出一个结果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得出模型三 结果 再继续 再继续来 把这个再换一下 我们训练节换到这里 好 得出模型四 好 那现在他这样去交战验证 这样去做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为了使某一部分数据 比如说第一部分数据啊 标号第一部分数据 既单程验证集了 也做过训练集了 是不是 所有的数据都过了一遍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加能准确的得出 哎 这样最后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这里得出第一个准确率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现在我们问你 现在这四个准确率 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对吧 基本上肯定不一样 那么最后 我这个不一样 哎 我要干嘛呢 我最后得出一个平均值 把这四个准确率 求平均值 那么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求出一个平均的 这样一个效果吧 哎 平均的结果 模型结果 那这个准确率 哎 我就可以说什么呢 我此次 在这个训练级里面 训练的这个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 它是85%的 那85%的结果 那现在这里面 比如说80% 79% 90% 85% 那是不是 你这里面是一个平均的结果 这个结果 是不是更加可惜一点 那如果说你得出正好 这个90% 你能说这个结果 正好是90%吗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吗 不是 好 那我们看 交叉验证就是这种 它把所有数据呢 分成n等份 这个地方啊 不包括测试数据 其实跟我们测试没有关系 分成n等份 那我们这种交叉验证呢 假如说分成四等份 我们就称之为四折 交叉验证 四折交叉验证 哎 那有同学问了 我这件做是干嘛呢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这个是根本 模型选 跟我们的这个网格搜索 一般是搭配的一起用的 比方说 我如果说 现在给你问题 我现在k等于1 k等于5 k等于7 k等于10的时候 这是我们k进里面的k值吧 好 那现在 我们来k等于1的时候 哎 假如说你得出 只过一次对吧 得出一个结果 好 那它的结果就这么多 5过一次 得出结果就这么多 710一样的 那你是不是就立刻就去比较 15710 得出一个结果是多少吧 是不是 那我交叉验证 跟这个网格搜索 得出的这结果是怎么比较的 哎 我让1 好 我进行四折交叉验证 得出四个结果 求一个平均值 比如说现在你1的结果是多少 85%的一个 好 我现在再来5 再来四折交叉验证 得出结果 k等于5的时候啊 注意了 k是不一样的啊 得出80% 比如说是84 哎 这个83 这个82 那我最后去哪一个 是不是取出1 那这样是不是更加让你可信一下 对吧 更加让你准确可信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交叉验证 它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它将拿到数据呢 一般分到分为训练级和验证级 那加数据分成5份 你就称之为5折交叉验证 对吧 每一折啊 都会去进行训练验证 得出一结果 最后对结果求出平均值 好 那么这个交叉验证 我们等一下再说怎么去做 对吧 先来讲一个网格搜索 这是我们这个重要的概念 网格搜索 网格搜索干嘛用的呢 就是去调参数的 对了 这个才是调参数的 这个不是调参数的 你理解啊 调参数 那也说我们现在有哪些 有超超参数的 K近零对吧 现在只接触一个 对吧 K近零 等一下我们讲决策数 会有很多 K近零 超参数 超参数 K 对吧 这个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调参数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 对吧 你调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使得你这个效果最好 是不是 就相当于录音室里面 对吧 你调 这个调一点 那一调一点 是不是 相当于是都要去调 能达到效果最好的时候 那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超参数搜索 我们也称之为网格搜索 在通常情况下 有很多参数需要手动指定的 比如说K值 那这种数呢 我们是叫 称之为超参数 但是手动是不是过于复杂 比如说我给个十个值 那你就一个试吧 对吧 K01的时候试一次 结果怎么样 K02试一次 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你要一个个的去试啊 对吧 而且你试的这个结果准不准去 不准去 为什么 因为你假如说你就这样去试 每一次运行 是不是每次训练集和测试集 又不一样吧 你调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一个标准来去比较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呢 就需要一个网格搜索 去进行调参数 那每组超参数 注意了 每组超参数都采用交叉验证来评估 那这一步之后什么意思啊 每组超参数就用交叉验证来评估 我为什么要就用交叉验证来评估 为朋友不直接预测一下 对吧 结果怎么样 比较一下结果就行了 他要来个交叉验证 是不是更加可信一下 你的这个结果更加可信吗 对吧 好那最后选出最优参数的那个组合 这里有个组合的意思 等一下我们再说对吧 这里是不是有k 假如说我们现在k给他指定了357 最近的三个邻居 最近的五个邻居和最近的七个邻居 我们要看哪个邻居 k值更好一些吧 那我们看单k等于三的时候 好我要进行什么交叉验证 比如说一般我们通常使用的是十则交叉验证 这是最常用的十则交叉验证 是不是更加仔细一点 好 k等于三的是进行十则交叉验证 是不是得出十个结果 然后求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个值是不是就代表k等于三的一个表现能力吧 然后k等于五同样再来十则交叉验证 是不是又有十个平均值结果 然后得出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这个平均值又是反映了k等于五时候的一个表现能力吧 同样k等于七也一样 最后只要干嘛 比较k等于k等于三五七的时候 哪一个这个平均值哪个结果更好 是不是就取哪一个值啊 能理解这个过程吧 好 那么这就是网格搜索 那有同学疑问了 比如说我现在超参数不止一个 好 好不止一个 比如说有第一个参数 比如说a啊 a这个参数呢 我取值可以 235 那比如说2358 比如10 好 我有这些参数可以点 比如说这个算法里面 还有一个参数 也是影响的 假如说这个参数我可以取 随便啊 这个你随便去取着 20对吧 70 80 那他怎么去进行网格搜索呀 就说一个算法里面有两个超参数 那他应该怎么进行搜索 哎 他就两两进行组合吧 两两组合 两两组合 组合 那怎么组合呢 哎 2 跟20 组合一次吧 哎 进行交叉验证 是不是得出一结果 2跟70组合 得出一结果 2跟80 那最终这一共有多少个结果 比较 12345 这里3 是 应该会他有15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哎 他要比较什么 15组这个结果 哪一个结果更好 把这个参数选定了啊 就是假如说 2 是我选定了 80是我选定 是不是2和80最终拿出来进行预测 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好 那么这就是超参数搜索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超参数一般呢 我们是跟交叉验证搭配在一起使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I 在我们的模型选择里面啊 模型选择里面有个叫GraderSearchCV 就相当于是网格一样 对吧 一个个的去搜索 对吧 相当于是什么 就 重举法 一个个去试吧 他也非常正 也不能说智能 对吧 你没办法 你只能一个参数去试 对吧 你只能去这样去试 对吧 好 那GraderSearchCV 这个CV什么意思呢 就是交叉验证的意思 那么他的全称呢 就是 Cross Validation 交叉验证 这就是交叉验证的意思 那GraderSearch 就是啊 网格搜索加交叉验证 一起在这个API里面 那我们看看怎么去用啊 Secure里面ModelSearchCV 里面有个叫GraderSearchCV 里面有一个Estemter Estemter就是你的估计器 注意了 这个估计器是什么干嘛 你在前面看一下 你的KN是不是一个估计器 哎 你是不是要对他进行超参数搜索 到底是合适的五个邻居 哪个邻居更好吗 所以你这个KN是不是就传进去就行了 好 第二个参数 Paramore 就是说什么 估计器的参数 那么如果你说估计器的参数是NNebackers 就是你算法的参数 NNebackers传进去 NNebackers 你给他一些值 那么这些值是你给他设定的 那你 partnership 然后他去干嘛 是不是就一个个去搜 所以最好吧 这是你自己给定的 CV指定 每次参数搜索的时候 用几折交叉验证 真的理解吗 每次搜索都用几折交叉验证 好 那么当我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Grid SearchCV返回一个实例的时候 它就类似一个Instant 那它类似 那我还用不用KN.feed KN.predict KN.score 不需要了 你这一切就不用做了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做的这一部分 要不要去做 不用去做 那我们接着怎么做 你只要把它 放到Grid SearchCV里面 它本身这个实例就已经 相当于是一个包裹一样 对吧 相当于是一个包装 包装好了之后 它也有fit 也有score 是不是也有 好 注意了 它还有一些结果分析 看一下是什么 Best Score Best Estimator CV Results 什么意思 Best Score 每次在交叉验证中 验证的最好结果 其实就是比较 K.1的时候 这个结果是多少 K.5的时候 这个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找出最好的结果 那个 对吧 然后再看 Best Estimator 就是说哪个参数 目前是最好的 是不是把这个参数设定了 对吧 好 CV Result 每次交叉验证之后 测试集 这个验证集 这里应该是验证集的 验证集的准确率的结果 和训练集的这个结果 比较 比如说我这个K.1的时候 进行四折 是不是有四个结果 他都打印出来了 K.5的时候 是不是有四个结果 也打印出来吧 然后平均值 他也会打印出来 能理解吧 只要去比较一下 就行了 等一下我们就去 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对 K进行算法进行 进行交叉 进行网格搜索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 需要调的参数 对吧 进行网格搜索 那么这个进行网格搜索 那我首先就先把我们的网格搜索的API导入进来 在我们的模型选择里面吧 是不是TwinTestSplit也在这里面吧 直接从这里 GradeSearchCV 好 首先实力化我们的GradeSearchCV 注意了 这里面参数 第一个就是你的实力吧 你是用哪个算法的 是不是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注意了 这个地方你已经有了超参数诉说 你就不要再设定参数了 能理解吧 如果你设定参数 他就不会去搜索 而是按照你这个指定参数来 好 所以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名字先放到这里 把名字翻了 等下我们会用 第二个Paramagrid是你的参数 给他一些值吧 好 这里就是 我构造一些参数的值 搜索对吧 我构造一些参数的值 参数的值进行搜索 好 那我们这里直接 Param等于一个字典 你的键就是enables 参数 那你要给他哪些值呢 这是你自己定 对吧 假如说你要给他这个3 K03的时候 K05的时候 K10的时候 对吧 假如说这样 那看一下这里面哪个更好吧 对 好 那这就是你的超参数 传进来就够了 好 最后你是不是指定 交叉验证吗 一般我们都是使用10 但是这里呢 我为了让等一下看了结果更加清楚一些 因为10者是不是每个参数都有10个结果吧 太乱了 太多了啊 我就先用两个 你呢 自己试的时候 你就用10者交叉验证 我先用2者交叉验证 也就是K03的时候 有两个结果和一个平均值吧 好 返回一个GC 那么注意的 这个GC是不是要输入数据 预测数据 或者得出分数吧 好 GC点 B 我们的训练数据几吧 S干 Train Y干 Train 接着 我就可以预测准确率了 预测准确率 注意了 这里的准确率跟你的交叉验证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GC点 Predict 我们要预测哪一个 S干 Test 准确率啊 我们直接用这个Score Score S干 Test 和Y干 Test 好 这个准确率 我们打印一下 注意了 这里是在 在 测试级 注意了 是测试级上的 准确率 好 那么接着 它这个交叉验证 是在哪做的 是不是你的 Xtrain里面 去做的 它为Xtrain 分成什么 训练级和验证级的 那你解释了 比如说 它是把训练级里面 刚才你给它 训练的这些东西 它拿去验证了 那你解释了 这跟测试级 没有关系的 好 那接着我就直接先把一些参数打印出来 把这个也打印出来 这里面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 在交叉验证中最好的验证结果吧 好 在交叉验证当中最好的结果 GC点 BEST Score 看一下是BEST Score 对吧 第二个BEST Estriment 对吧 就是它选的哪一个模型 可以等于哪一个值 对吧 我们直接负 直接写吧 Print 我们的选择了哪个最好的模型 选择了 最好的模型 是 其实就是你的 K质赡 是选哪一个了 gc.best estimator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 你也可以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打印什么呢 每次交叉验证的结果 每个超参数 注意了 每个超参数 超参数每次交叉验证的结果 gc.cvresult 这个就是你每次交叉验证的结果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里还得删掉 好 我就去通过网格搜索 看一下哪个三处更合适吧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这是下面呢 我们调用一下这个 kn kn classify 我先把这屏幕关了 有一个比赛的一个小时 我会找到这种东西 我会找到这种东西 第一帮大家 一定会找到这种东西 但是还可以找到这种东西 多孝海 还有 extinct 好 那我们看到这结果已经出来了 来看一下他打印的这个结果 来看到这里 首先我们是打印什么 在测试集上的结果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上跟我们上午结果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往下看 第二行是在交叉验证当中最好的结果 有时候我在训练这时候 在交叉验证当中 取的应该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取的是k.3 k.5k.10 好继续往下 接下来就是选择最好的模型 看到这里选择哪一个 选择哪一个 是不是nivus.10吧 也就是说这个参数他选择了10 这个表现结果最好 为什么选择10呢 接着我们就看每次交叉验证的时候 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有k.1k.3k.7k.10k.3k.5k.10 三个参数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超参数 每次交叉验证的结果 Split 0 Split 0 Tesla score 是不是第一次交叉验证 我们看一下 他有什么呢 有k.13的时候 一般都是按照我们的传进去的列表 那个参数顺序 k.3的时候 这也是多少k.5的时候 k.5k等于10 那就说第一次交叉验证 我们指定了几次交叉验证 是不是二者交叉验证 每一个参数是不是有两次结果 看一下第一次结果 k.3 0.344 k.5的时候 0.36 k.10 0.3868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都不是这个东西吧 好继续往后看 第二次交叉验证了 注意了第二次交叉验证 还是一样 k.1 k.3 k.多少 k.5 k.10 是不是应该有两次交叉验证的结果吧 0.35 0.37 0.30 最后干嘛呀 是不是k.3的时候 0.34加上0.35 筹个平均值 是他最终的表现结果吧 k.5的时候 0.36加0.37 加起来 筹个平均是他结果吧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平均值点多少 我先保存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mean 就是他的平均值的结果 看一下这里结果 同理按顺序看一下 这里就是k.3吧 k.3的平均值结果 k.5 k.10 那你说哪个平均值结果好啊 是不是k.10 等于多 0.39 0.6 对吧 那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值是最好的 那我就选他作为 我最终要预测的时候 这个模型 k.10 能理解吧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取这个了 那最终你这个是不是就0.39 0.6 跟这个平均值结果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在交叉验证当中 最好的这个平均值结果吧 0.39 0.6 看到这是平均值的结果 是不是刚才这个地方结果 对吧 这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模型 那你参数有这几种 他选择了你其中的一个最好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交叉验证 与网格搜索 能理解吧 那这就是我们调参数的时候 最常用 或者说最经常用的一种方式 就用grade search cv就行了 当然这里面的参数 这是根据你自己去给定的这个值 你也可以给很多很多的值 对吧 只要你的运算很强大 对吧 你的这个电脑可以运行很长时间 你就给多一点值 让他找一个比较合适的 这个值 没有一个固定的值 也说没有固定的说哪个好 只是根据你的数据 如果有可能在我这个数据当中是10最好 有可能在别的数据当中是不是5最好 就有可能 所以没有一个定的值啊 那么通常你这个取值怎么取呢 你就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对吧 个位数 然后呢 十位数啊 就够了 不要取着什么几百个 对吧 你最近的几百个 那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对吧 所以你取这件数 你进去找就行了 好 那么这就是交叉验证 与网格搜索 好 谢谢观看